有了嗎 Hello 各位好 我是小玲老師 今天要來給各位開箱我的千萬豪宅 Go Go 要怎麼弄 應該是這樣吧 好 Yeah 這個呢 由於是新家的關係 其實都還沒有整理 啊 我的小豆花 這個一進來呢 就是客廳 然後 接下來 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東西啊 反正呢 應該是放餐桌的地方吧 右邊 是 廚房 然後 外面 其實我沒來過外面 這個 曬衣的空間好像還蠻大的 然後冷氣 什麼什麼洗衣機什麼的 都在這裡 好 我們不管它 接下來呢 有三個房間 首先 最右邊的是 主臥室 好亂喔 主臥室 主臥室裡面呢 還有一個廁所 有浴缸耶 有浴缸 OK 那主臥室大概就長這樣了 一張床啦 這個 傢俱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中間這一間 哇 中間這一間是我的 寵物小天堂 兩隻 非常可愛的 天竹鼠 左邊這一隻叫做珍珠 右邊這一隻叫做黑糖 都是小男生 最近剛結紮 他們兩個人七個月 他們就住在這一間了 而且超爽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冷氣是24小時開放的 太爽了吧 我自己都沒那麼爽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最左邊這一間了 最左邊這一間 沒開燈 看一下 看一下喔 也是一個空房間 怎麼不在 那奶茶去哪裡啊 我看一下 啊 妹妹怎麼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耶 這個我調焦距大一點 你怎麼在這裡 啊 我們的奶茶 好 住在這一間 太可愛了吧 那 沒錯 三間 有兩間是動物房 那奶茶因為 會跟豆花打架 所以他們兩個要分開來 咪咪 啊 她是一個傲嬌小女生啊 嗯 跑了跑了 不管她 好 那我們就先出去吧 欸咪咪 怎麼在這裡 啊 我有一個在這裡 呃 最後就是 右邊 有一個廁所啊 呃 裡面有做一個這個 衛浴設備啊 OK 簡單來說 呃 這就是 我的新家 嗨嗨嗨 那 剛剛各位呢 所看到的就是 是蕭玲老師人生買的第一間房子啦 坪數的話呢 好像是接近40坪吧 我其實有點忘記了 那個什麼什麼土地契約的那些東西啊 我全部丟在台北了 嗯?丟在台北? 沒錯 各位 我的房子呢是買在台中 可能有人會說 欸 你不是台北人嗎? 怎麼買在台中 接下來就要聽老師呢 講一些這個賣房的辛酸小故事 我本身呢是這個土生土長的台北人 天龍人啊 那由於呢工作也 十幾年了吧 大概十二年左右 也算是存了一點錢 所以呢就 人生嘛 當然是要往這個下個階段去突破 所以就有了買房的這個念頭 但是我跟大家講 台北的房子真的是 太恐怖了 真的是天價 高到這個 天花板上去了 完全遙不可及啊 我老家是住在墓葬 然後是台北市 那我現在的教室 以及我現在住的地方呢 都是在新北市 新店區啊 其實新店的房子啊 我看了有二三十間吧 真的是 買不下去各位 說實話 我的收入已經比一般 我這個年紀的人呢 高了一些 但是 完全沒有辦法 去負擔 你們知道嗎 我去看房子 因為大部分還是會先看新房子嘛 我去看新房子的時候 其實 接待我們的仲介啦 啊 真的態度都是非常的 高高在上 反正呢 簡單來說 他都會幫你介紹完之後 告訴你這個金額 那大概就是 兩三千萬的房子 他就會跟你說 好 我跟你講啦 來 滴滴 你就出兩百萬投期款 再叫家長呢 幫你出四百萬 這樣就可以買了 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房子哦 你沒有家人幫忙啊 基本上絕對不太可能買得起 那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住 坪數小就算了 可是如果 兩個人甚至未來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是很不夠用的 你知道嗎 現在的公設比哦 非常的高 你買了一間二十五坪的房子 裡面可能只剩下 十七坪 那我現在在新店租的這個房子 是家長的 非常便宜住給我的 好 他是老房子 三房的 大概 加起來有個 二十五坪吧 我不確定 總而言之呢 我就已經 住得很習慣了 所以 不管怎麼樣看這個新房子 多漂亮 公色 多讚 一看到裡面 這個室內的大小 基本上是 呃 看不上眼 於是呢 才有了這個 呃 買台中的這個念頭 因為老師太太是台中人 在這個北屯這邊啦 這邊就如大家所見啦 其實大概一千多萬 就可以買到還不錯的三房 那我們這邊不是買全新的啦 是八年的社區 算是新啦 就我覺得還可以啦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要抱怨一下的時間了 強烈建議各位 未來千萬不要當圍棋老師 沒錯 絕對不要當圍棋老師 為什麼呢 老師我看其他圍棋老師都在鼓吹 就當圍棋老師多爽多爽啊 睡到中午啊 苦民所苦睡到中午 為什麼不要當圍棋老師 我跟大家講 圍棋老師 那個薪資啊 所得 很難跟銀行貸款啦 你們知道嗎 現在跟銀行貸款啊 基本上 我那時候買房子的時候 我有去問我一些 比較有經驗的家長 他就跟我說 老師我跟妳講 一千萬的房子哦 大概都可以貸到八成 就是你只要準備兩百萬的頭期款 八百萬跟銀行借就好了 那 目前現在的利率很低 就是你要還給銀行的利息 非常的低 所以呢 你就慢慢還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利息哦 你真的是隨便 把這個錢拿去做點別的什麼投資 都可以賺回來 所以就算有錢哦 也不要太快還給銀行 所以呢 當時哦 就是這一間房子要買下來的時候 我心中呢 是這一間房子 乘以0.2 就是我要準備的這個頭期款 結果沒想到各位 我的這個新轉啊 資料啊 一給這個 銀行審核之後 你們知道嗎 多麼誇張 這個銀行呢 只給我貸款 六六成 OMG 他只給我貸六六成耶 就是一千萬的房子 他只願意借我660萬 那我就是要自己準備340萬 也就是說 這個跟我心中200萬340萬 差了有140萬之多啊 我是舉例啦 一千萬的房子 當然 我們的這個房子 再高一些啦 OMG 我整個傻住了 你知道嗎 就是要準備的頭期 跟我 跟我預想的 覺得實在是 怎麼差這麼多 後來啊 真的是 透過了種種的關係啊 有人幫我介紹啊 之類的 那 最後 我呢 才好不容易 貸款貸到 七成 欸 可是七成呢 至少偷期款 也要300多萬 還是差了100多萬 所以啊 我真的覺得 這個 當為奇老師 好像在這個社會地位上 是 是有些低下的 因為這是我真實經驗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我 我已經算是 圍奇老師當中 算是 還不錯的了吧 我都這麼慘了 那其他圍奇老師 我是不敢想啦 好 那 就是 反正呢 頭都給他洗下去了 頭期款都繳了 對不對 繳了之後呢 我以為就 沒事了 你知道嗎 錯 接下來 還有一堆錢 等著花 各位 你房子買了 要不要裝潢 要啊 好啊 那前陣子呢 我就找了一些 裝潢設計師 來幫我看一下 然後呢 畫一些設計圖嘛 然後跟我報價 欸 我後來還知道啊 這個裝潢的費用 真的是很貴耶 大概要 50到 100左右 你知道嗎 啊 問題來了 我沒錢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我沒有現金 我不是開玩笑 我是真的沒有這麼多現金 所以 為什麼各位看到這個 我這個房子 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 裡面的一些設備 除了一些電腦啊 什麼東西 是我自己帶下來以外 剩下的 這些現成的東西 都是前一個屋主 他所留下來的 算是不錯啦 他還有留一些 像這個沙發 也是他的 沒錢換 那反正呢 今天就是開箱 老師的這個 千萬豪宅 好 是豪宅還是豪宅 我也是不知道 那我現在呢 也成為了這個名副其實的 千萬富翁啦 這個負債的富 今天主要是想要學一些 這個YouTuber呢 來開箱自己的家裡 畢竟呢這個 一輩子可能也沒幾次 有這個機會 那如果未來 有存到錢 裝潢的話 我會再拍一個 改造計畫 那如果一直沒有拍的話 那就是沒有存到錢 哈哈哈哈 好啦 那 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 千萬豪宅開箱計畫 欸 如果有懂裝潢的 拜託介紹一下好不好 算我便宜一點 拜託 那我是小林老師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 拜拜